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固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有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是什么思想 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 所以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这种思想天赋人权 如果遇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些目的 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 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契约 对吧 你违反这个契约 我就可以把你给怎么样 推翻 就人民有权把政府干嘛 推翻 美国是这么认为的 人民有权把政府推翻 当然美国政府是人民 选举出来了 他用不着就是武力推翻 你不投他票四年滚蛋了 对吧 你顶多他八年 他就是圣人 他就是 你像那个谁 克林顿 那小伙子多好 是吧 美国的人气最旺的总统 干八年 走人 干八年走人 像布什这么赖 也干了八年 布什要跟克林顿逼就来 那差远了 你要是在美国的酒吧间里 你要骂美国的话 所有人都上去抽你去 跟你干 你要骂布什 都跟你鼓掌 都跟你鼓掌 你要说美国不好 跟你玩命 美国政府不怎么样 尤其布什不怎么样 又太好了 没有一个人不认为 那还干了八年 这也挺神的 所以这个 这个 独立宣言发表了 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 美国 但是 这个独立的路是很漫长的 直到萨拉托加大捷战争出现转折 这个是在1777年 北美13州 当时是300万人口 包括80万黑奴 英国本土人口就将近1000万 算上殖民地 据说将近4000万 所以这个人口是英国占优势 然后军队 英军派到北美来的 据说是9万 陆陆续续9万 然后大陆军不超过3万 装备更没法比 大陆军的士兵 如果冬天行军经过城镇的话 石板路上就是一行血淋淋的脚印 证明他们怎么着 没鞋 冬天没鞋 红军还有个草鞋 美国人忒笨 草鞋不会打 冬天行军就过去 你说这行脚印能追上大陆军 你想想 你可见他完全是凭着什么而战斗 精神 信仰 华盛顿你想想 配件圣人 非常了不起 他们家佛吉尼亚大种植园奴隶主 4000多英亩土地 300多名黑奴 他日子过得怎么样 舒服 我饭得着跟上战场玩命去吗 但是他的民族 他的国家在召唤他 他告别了舒适的生活 解放了全部黑奴 挥剑就任大陆军总司令 当然这些黑奴 自愿留下来 为他打理庄园 因为这帮人连A都不认他 出去干不了别的 好东西跟那找份工作 自愿留下来 后来将军并没有后人 他只有一个女儿 然后出嫁了 他没有后人 所以他的外孙女婿 就是后来的南北战争时候的南军总司令 李将军 李将军后来庄园就被没收了 因为北方政府就没收了 这就变成了今天美国最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40万为美国牺牲的英灵 安葬在这个公墓里面 包括今天在伊达克阿富汗反恐战争当中牺牲的人都安葬在这里面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没有级别的要求 不像咱那八宝山出击什么的 是吧 才能进去 老百姓进不去 他得无所谓 是吧 英灵都是一样 为国捐据的都是不朽的 是吧 都是不朽的 所以他这个是挺了不起的 是吧 这个 所以他们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独立民族自由的渴望 投入到这场看似没有希望的战争当中 并且赢得了胜利 他这一赢 欧洲国家看到 英国 你小子又今天 是吧 因为英国在欧洲太气人了 是吧 欧洲国家恨他的比较多 你小子又今天 你居然被大洋别 你帮图老帽给打成这样 于是法国 西班牙 荷兰都开始对北美提供什么 援助 给钱 给枪 给教官 接气军火 然后出动海军 接英国的大平洋的船 我打不了你的海军 我还打不了你运输船 我打不了你商船